大亚区上风国小虽然没有体育班 但在教练指导以及学生的认真练习之下 抱球队屡获夹击 因为只能利用下课或是假日的时间来练习 每到夜间球场的照明亮度不足 球员在混难的情况下练球就容易受伤 练球的时间也受到限缩 因此校方就希望能够争取加装照明的设备 让球员有更完善的练习场域 继续在球场上集出梦想圈雷达 球员在场上认真练习 教练仔细指导动作 上风国小的棒球队成军后 在教练以及学生的努力之下 近几年在赛场上屡获夹击 但由于不是体育专班 仅能够把握假日或下课后的时间练习 不过球场照明不足 练习时间也跟着线缩 所以因为这样的时间排挤压缩 造成他们如果要在傍晚的时间 放学后过来的话 大家都知道包括天后的状况 可能会造成阴暗 或者是因为冬天的时间 可能比较早就天黑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孩子在这边练习的场地 会因为这个时间受到蛮大的影响 尤其是因为我们打的有硬式棒球 这样的状况之下 学生如果一旦看不清楚 这些倾向的话 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受伤 社长表示由于棒球队不是体育专班 仅能够利用课余时间练习 但每到夜间球场的照明亮度不足 球员们在昏暗的情况下练球 容易看不清楚球而受伤 虽然有自行加装照明 但能见度依然有限 希望能够改善照明不足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国小的球队以及我们有在租界场地的我们原住民的球队有来向建德来陈勤 说夜间他们想要下班来运动 晚上球队想要练习的时候灯光照明都不够亮 因为这样容易导致小朋友受伤以及一些人员的受伤 那建德也向运动局来反映 希望说我们来整设我们球场的电灯亮度能提高 那我们也希望说那我们能争取到一个完整的球场 完整的照明 考量学生练球的安全性再加上冬天五点多就天黑 训练时间有限 地方明代听到校方的先生向市府争取经费 养工处同意先行协助改善内野照明 将安装六盏400瓦的附金属灯 未来将继续争取不足外野的照明设备 介绍专台中资本报道